我们这个身体 无孕 佛讲的好 孕是孕起 聚集在一起 五种 第一个是色 色是物质 物质现象 另外四种是精神现象 就是心理现象 感受 受孕 妄想 齐心动念 妄想 行运 行是它相续不断 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它不会断 后面这个世运是种子 阿赖耶里面的习气 这个东西不好断了 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不是物质现象 里面含藏的东西太多了 整个宇宙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在里头 阿赖耶识 一定要知道 它没有尸体 色 是 心 变现出来 心 是 无明 变出来 一念不绝 变出来 一念不绝 没有原因 二 引入大多 迷途人员 这个故事 跟我们在抗战期间 跟日本人打仗 学生要受军训 小学五年级以上 都要受军训 那来应付灾难 军训里面最平常的 紧急急火 那 教官 一吹口哨 三分钟 你就得从床上爬起来 服装整齐 把队伍派好 三分钟 就常常遇到这个现象 这让服装很珍惜了 慌慌张张 到处问人 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 人家说 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 这一幕 果然在头上 这就叫弥陀人员 有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的 要是原因 我们怎么说 紧张过渡 我们可以说 紧张过渡 脱发的 这个一念不救 也是脱发的 只要下面救了 就没死 一念不救 念念都不救 这个麻烦就大了 我们今天就是 就在这个状况之下 念念不救 每一念都是迷 幸亏好 我们遇到佛法 虽然在迷 到底怎么个迷的 我们搞清楚了 有没有办法 走出这个迷关呢 有办法 只要你肯看 那进度宗是最好的方法 用一句佛号 你常常念这一句佛号 别的全方向 念这一句佛号 还掺杂东西在里头 那不行 那受不到效果 必须要把 杂念统统放下 单单这一句佛号 念成功 得念佛三位 用念佛的方法 得定 回归到自信本地 这个时候 心生智慧 不生烦恼 不生妄念 没有妄想 没有叉猎 身一心清净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要明白 这个道理 所以 老师叫我 看破 放下 什么是看破 明了四十真相 是看破 看破 你肯放下 没有看破 以为是真的 舍不得放下 不肯放下 不肯放下 就是你没有真正看破 真正看破 我无量界来 吃这么大的亏 上这么大的当 无量界 搞四六道 生死轮回 这下看破了 还能再干吗 不敢了 整个身体都是假的 无孕皆空 无孕皆空 什么是真的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一点都不加 剧烈之后 你得大自在 你跟佛菩萨一样 能陷大神通 像阿弥陀佛 能分无量无边身 我们受不到 他分身干什么 到摄放世界 去接引众生 那些念佛众生 功夫成熟了 要到极乐世界来 阿弥陀佛就接引他 就欢迎他 信无量无边身 每一个往生的人 佛都要去接引 佛不接引 不知道极乐世界 在哪里 你找不到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就有跟阿弥陀佛 同样的本事 也能够分无量无边身 我们分身去干什么 不是戒引众生 戒引众生是阿弥陀佛的事情 我们分无量无边身 到摄放无量无边的世界 去拜佛去 拜佛干什么 修福修慧 去供养福 修福 听佛讲经说法 是修慧 佛慧双修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找一个好老师找不到 到极乐世界 有这个本事 受访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是我的老师 一个都不漏 这都难得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